从昨天开始,我国开始收紧了行动管制期防疫规定 包括了商业活动的营业时间,在晚上8点就要结束 那为了确保民众遵守法则,警方将增设路障和扩大巡逻队伍 军国警察总长拿都斯里·阿克里·沙尼指出 警方已经通过各州警队增加路障 从原有的525个增加到576个,超过1万名警员站岗 此外当局也增派了巡逻队 从原有的3103支的队伍增加到3505支巡逻队 内政部早前已经指示警队、移民局、监狱局、志愿警卫队等单位 监督民众是否遵守政府颁布的加强版行管令的标准作业程序